第七十一期,魏英煮了点小米粥,还蒸了小面包,招呼某个闷闷不乐的小家伙来吃早餐。 楼上安安静静的,魏英抬头望了一会,犹豫了一下,还是抬腿往上走。 昨晚魏英给人拿了药之后,就离开了,应该没什么事了吧?某人那一拳确实使了不少力,估计痛肯定是很痛的了。 魏英上了楼,远远看到房门是开着的,他脚步顿了一下,然后又继续走过去,先是敲了敲门。 他以为唐少泽是刚起床,准备出门才开着门,可是过了好一会了,都没有回应。 床上收拾得干干净净的与往常有些不同,魏英走了进去,先是看了一眼洗手间,关着门。 唐少泽,魏英一连叫了几声,都没反应,这时他才看见床头柜上放着一张纸条,第一句话就是对不起,他走了。 纸条的大意是,他暂时搬去别的地方住,让自己不用着急找房子,等到时机合适了,他会跟自己办理离婚手续。 魏英叹了一口气,不知道是因为对方终于想清楚了而松一口气,还是因为这么多年的友情,走到今天这一步而唏嘘感慨。 魏英把纸条叠好,握在手上,转身出去拉上了门,餐厅里小家伙安安静静啃着面包,一小口一小口,像只小仓鼠,看见魏英过来后,小嘴巴张大了,大口大口地吃,今天的面包是蔬菜馅的,小家伙心里估计是憋气得很。 又不敢吭声,魏英没说话,拉开了他旁边的椅子,安静地吃起早餐,爸比,朵朵吃饱了,你慢慢吃,说完就想跑,等会,魏英一把揽住他扭过身子,准备滑下椅子的小屁股,你以前都吃三个面包的,今天怎么只吃一个? 爸比,朵朵不饿,小屁股扭压扭,想挣脱爸比的禁锢,魏英不许他赖皮,放下勺子,双手把人抱回椅子上做好,至少再吃一个,要不然今天一整天都在家,哪都不去。 对于闲不下来的朵朵来说,周末待在家里就跟坐牢没两样,他是绝对无法忍受的,所以,小手乖乖拿起面包,爸比,我就吃一个。 嗯,乖,吃吧。 哎,爸比要是买肉肉的面包,朵朵能一口气吃三个,也不用爸比强迫。 你好,我也好,为什么要买菜菜的呢?朵朵真想不明白,磨磨蹭蹭的可算是把任务完成了,朵朵拿了湿指尖擦嘴,然后就眼巴巴的守着爸比,爸比去哪儿他就去哪儿,这是小鸟想出龙前的表现。 好了,去换鞋子吧,魏英换好衣服出来,看人站在门口,像一座小雕像似的,耶,要出去玩了,朵朵真开心。 小肉身子奔向门口,从鞋柜里掏出自己的小鞋子,穿好,还把魏英的鞋子也拿了出来。 爸比,朵朵给你拿鞋子,朵朵对你好吗? 魏英在心里暗笑了几下,这么好,还不是为了等会出去好吃好喝的,但嘴上还是夸了人。 嗯,宝宝真棒,两人出去刚拉上门,对面的门也打开了,使蓝忘记。 爸爸,哎,蓝湛的眼睛盯在魏英脸上,魏英也没想到这么凑巧,一时间有些无措,事实上哪是巧合。 某人已经在门口快站成一座冰雕了,才终于听到对面门开的声音。 魏英,你和宝宝去。 爸爸,我和爸比去看新房子。 爸比说要买房子哦。 朵朵,这丫头,小嘴是漏风的。 看房子,从蓝湛身后探出一个脑袋。 朱莉笑嘻嘻地在两人脸上转了一圈后,把目光落在朵朵身上。 朵朵,姑姑超级喜欢看新房子,姑姑也跟着去好不好? 好呀,朵朵不假思索点头。 最近和朱莉相处了一段时间,朵朵是觉得这个姑姑超级好玩。 最重要是朵朵喜欢吃的东西,姑姑总是二话不说就给她买,吃饭也不用吃菜菜。 姑姑说,人生短短几十年,不用活得这么累,人生得意虚尽欢。 最后一句话,朵朵没懂,那还需要个人开车,让爸爸也去吧。 爸爸会开车。 朱莉说完后,偷偷瞄了卫英一眼,蓝湛也看着卫英,有些紧张,又有些无措。 这下,朵朵就不敢答应这么快了。 虽然爸爸昨天是跟爸比一起参加运动会了, 可是回来的时候,爸比一直不跟爸爸说话,不知道是为什么。 所以朵朵只能抬头望着爸比,让爸比拿主意。 顿时,三双眼睛同时放在卫英身上,充满了期盼。 任卫英在无情,也说不出一个不字。 嗯,卫英微垂着头,滴滴按了一声。 朵朵最新高兴了起来。 接着是朱莉,最后是蓝望鸡,看似脸色没有多大的变化,但紧绷着的肌肉松懈了下来,嘴角似有似无地勾着。 走吧,朵朵,姑姑拉着你,我们小女生一起走,他们男生一起,好不好。 朵莉往前跨了一步,越过卫英和蓝湛,两个女生走远了。 先去按了电梯,卫英一直垂着脑袋,而蓝湛的眼睛一直盯在他脸上,视线就没有挪开过。 这也是卫英不敢抬头的原因。 卫英,我们走吧。 蓝湛往前走进了一步,声音低沉,温柔至极。 卫英轻轻点了点头,两人一起往电梯走。 爸爸,爸比,你们快点。 小家伙已经站在电梯里催促他们了。 朱莉也笑迷了眼,瞧着两人扭拧捏捏捏的。 怎么比女生还娇羞,还是我们家朵朵大方得体。 说不想吃蔬菜,就不吃。 当然,在他爸比面前除外。 卫英踏入电梯,站到了最里面,快贴着墙壁了。 蓝湛也跟着站了过去,丝毫没意识到自己有多不要脸,都快贴到人家身上去了。 朱莉拼了一眼,低头无罪笑。 这哪还是他那位高冷,巨人一千里之外的蓝二表哥呀。 分明就是五百零二,最沾的那种。 卫英低着头盯着自己的脚尖,脸颊一阵发烫。 紧张到连呼吸都慢了几拍。 平时通风良好的电梯,现在却让他有窒息的错觉。 浅眸微低头,望着眼前那头浓密的黑发。 呼吸间,最上面的发丝轻轻晃了晃。 波动着他的心跳,蓝湛放在身侧的手指微微弯曲,然后握紧。 他怕自己一个控制不住,就揉上了那头柔软的发丝。 然后 词书